8月份 8月份也当时是正好佩洛西 到台湾访问的时候 也给耽搁了 那么现在看来9月14号 是要在参议院当中来进行审议了 不过目前来看的话 民主和共和两党 应该是会以支持的情况 能够通过的 对 当然来讲 这个现在只要美国政党 只要讲到中国问题的时候 立场一般都蛮一致的 那这个也代表 美国现在感觉到 中国崛起之后的压力 是我们看到 这次我们所说的 这个台湾政策法 它其实是由混合的 两党的人共同来起草的 一方面就是 美国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民主党籍的这个梅内德斯 他来起草 另外和他联合起草的 是来自于共和党的 这个Lisa Graham 他们两个人是在6月份 一起起草这个台湾政策法 比起以前的什么 台湾关系法之类的 这次绝对是一个加强版的吧 多了很多内容 简直是震撼弹一样 那当然这个所谓台湾政策法 在这个节目眼上 这时候提出 有它后面的背景 当然更重要是拜登上台将近两年 在对华政策上实际上是 这个非常的失败 那当然在这个节目眼上 唯一的方法 就是把台湾这个天平上的砝码 加重 让美中之间原来失衡的局面 稍稍能够得到平衡 不然这个中美之间 实际上美国已经是 这个天平的下方了 那对这个整个来讲并不有利 所以他希望用台湾的这个政策法 稍稍把这个天平拉平一点 让美国在这个整个对华政策上 不要感觉到一直在失分 那这个台湾政策法当中 既然要加码 所以他们这次加的简直是 这个码加的非常大 这个对于这个中美建交 当初的这个三个公报 什么这些里面来讲 它完全是好像另外一套 对不对 那个细节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来听听看 是 有人说如果说这个台湾政策法 你看参议院 众议院最后全部通过的话 那可能就是把中美关系 打到了一个谷底的那种 有人说中美是不是要断交了 有可能啊 因为你这个如果真的走到这地步 这个大家几乎没有所谓的转还余地 对不对 因为过去美国对这个台湾问题 始终是模糊战略 这个偷偷摸摸 这个这个办法办送这样就强迫买武器了 卖武器不是办法办送 就是强迫卖武器了 那对于这个两岸之间呢 它始终就还捏拿得刚好 那但是这一次呢 就感觉到所有的事情 它要拿到台面上 是 虽然在这个法案当中 这个起草人啊 我们说这刚才看到的外委会的主席梅内德斯 他的表态说是 他不会说是这个 呃跟以前的对中政策有任何的改变 也就是说不会改变一个中国的原则 但是其实你看就像我们所说的 早就已经掏空了 我只是这句话说我们不会改变 但其实我做的事情 都是完全跟他相矛盾抵触的 对啊 我们来看看 有哪些来 我们先给他讲一下 对那梅内德斯他就说 这个法案的目的呢 就是更加清楚的传达一点 就是美国协助台湾的意愿 能够为台湾打开更多的外交空间 我们看来具体的内容当中有什么 很长说是300多页的内容啊 那么其中有几点这个变化当中啊 就可以拿出来说说的 法案将推动台湾驻美国代表处更名 现在叫什么呢 叫驻美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 那么未来法案当中如果通过的话 他们会改成台湾代表处 这是一个在美国方面的改变啊 另外美国在台协会 以前说的是这个台北协会会长 处长这个职位啊 那么现在这个处长呢 未来会改为代表 代表比处长其实是有一个升级的 而且来任命这个人呢 也会是有个提高 比如说以前的任命 他不是这个级别的 但是现在呢 他们会比照美国驻外大使的 这种提名程序必须参议院同意才可以来任命 所以说那就跟某个主权国家的大使的身份是一样的了 对因为以前是国务院就可以任命那个处长 对所以这两个变化就是非常明显的 还有一个说就是以前说这个 比如说台湾当局的时候说authority 但是未来可以叫成是台湾政府 那这个说法对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看起来比较实惠的好处 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实惠 说华盛顿方面呢会优先加速处理台湾方面的军购需求 还有40多亿美元的那个援助 具体我不知道是什么你自己说的 这个武器非常贵啊 45亿呢这个大概就就几个车几个炮 大概就就可以差不多这个额度就用掉了啊 那当然看起来这个法案是非常的 好像方方面面都有对不对 对啊 那在外交的层面甚至军事的层面啊 各承诺什么这些全有啊 好像突然之间呢 这个台湾在美国有了名分 生了 对不对以前是没有名分嘛对不对 对就跟着做的呢 那突然间哎我给你个名分啊 是还有这个发工资样啊 还有要刚才我们所说的一些什么代表处啊 一些名字要改要提高 除此之外呢 还有这个军购需求方面以及45亿的援助 还有呢就是赋予了台湾主要非北约盟友的这个地位 所以台湾就能够获得更多的这个军事和经济方面的特别待遇了 基本上能够简单的拿出来说的就这些 但是其他还有更多的一些细节 是当然美国现在是参议院啊外交委员会过了以后呢要到这个大会上啊还要再过啊 那委员会的人并不多那拿到大会上还要过过了以后呢还要送众院啊众院也要过过了以后呢还要送总统总统要最后签字那这法案呢才能生效 那这个时间还有一段要走了啊 但是我觉得他们对于这个法案的推动速度要比一般的法案快得多呀 一般法案就放到那边慢慢啊 因为这是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对美国啊在对华政策上的 一个这个算是因为是救急嘛 所以这个法案要快点过让这个中美之间啊不要一直失衡太久 因为你现在看在佩洛西这个这张牌打出去之后中方的反应 实际上佩洛西的效应立刻被剪掉了没了 对不对那这个对美国来讲他觉得说第二张牌要再打出来 那这是最后一张牌吗还是还有更厉害的 这张牌实际上就有一点像中国下占帖 就这个味道对不对那你想中方的反应 佩洛西是一次性的这个是一个长期性的 对中方的反应就可想而知啊 各位应该记得稍早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去见了谢尔曼 听说出来的时候大家有看到那种画面脸色大家都很僵 都没有接受任何的问题然后直接说谢谢大家就上车就走了 那据说当时啊中方已经表达说你们不要推这个法案 对因为本来佩洛西访台之前呢这个法案就已经本来要审议了 在酝酿了嘛对对对所以相关的这个情况中国方面肯定是知道了 所以今天看到新闻出来之后说说这个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有怒窍 说如果有了台湾政策法的话就没有美洲关系 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真的 但是我想可能能够体现出来对于这个法案如果真的落地的话 中美之间的关系会是非常糟糕的 是当然中美是彼此有一个邦交在这个地方啊 那当初为了稳定邦交呢 还有签了三个联合公报啊 对于这个两岸之间的问题实际上在这三个公报当中啊 这个美方也有承诺在这里 那现在来说呢就是实际上让这个地缘政治上啊 这个台湾当然有一些人认为啊通过了这个台湾政策法 实际上呢以后美国会保护台湾 别傻了真的别傻 这事情只是会让原来不发生的冲突啊 提前发生 发生而且是一定要发生啊 这个是给台湾带来更大的危险 绝对不是更多的安全 这也是我想问的我们就说啊 我们就假定因为现在在两党内部 大家的这种政治正确或者为了选票 一定是会通过的 好我们就假设他在参议院 众议院改了几次之后可能会做些微的调整 但总体上是不会变的 如果他最后拿到总统那签字落实了以后 美国通过了 那么中国方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应呢 当然难以预料啊 但是从佩洛西的这次访台之后 可以看得出来呢 中国现在在这种反应上啊 不再像以前是韬光养晦 那这一次的这个东部战区的军演啊 就可以看得出来呢 这个中国会有实际操作的方式 那当然呢 如果这个台湾政策法通过 那这个中方会不会有更大的军演 这个可能性是一定有 对不对 那会不会跟美国有一定的这个摩擦 比如说召回大使啊 这个怎么如此如此这般啊 在外交上会不会有更大的动作 那在地缘政治上呢 彼此大家还是在其他国家有影响力 在这个上面也可能展开另外一波的 这个所谓就是各国的攻防战 这个都会有可能 是所以可想而知就是如果一旦通过的话 中国是会有反应的 而且不会像以前只是简单的强烈谴责 这样子的反对是会有更进一步 因为之前佩洛西到了台湾之后 中国已经有六块区域告诉你们 怎么样去做相关的一个简单点说 包围台湾的动作 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做到 那是严给美国人看的 对所以您觉得如果是严重的话 会有更 比如说促成这种武统之类的情况 很难讲 不是当然武统台湾对中国现在来讲 并不是因为那会演变成 螺旋式的危险上升 而且美国会以此为借口 可能对于中国进行更进行 对出兵 但是不排除啊 有其他很多方法啊 那比如说台湾还有外岛 对不对 那不管金门 马祖 澎湖 东沙 这些任何一个都具有那个意义存在 对不对 对于这整个局势来讲 会让地缘政治单子会更紧绷了 对 当然 那所以来看啊 如果这个法通过 实际上我刚刚前面讲 就是对中国下了战帖 就是一副我们来打吧 对不对 但是看得出来 现在拜登在选举前 对中国人 11月8号就要到了 他要不断的展现出呢 他的那种手腕是非常的强硬啊 但是实际上最后最终 是两岸华人打华人 是 但是现在有一个说法是这样 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 就是说拜登对于相关的 这个台湾政策法 他其实是有一点担心的 因为这个消息来自于白宫的 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的说法 他说他日前承认呢 法案当中的部分内容 让他们这些行政部门呢 是有些担忧的 所以他们有会和国会当中的领袖 来进行相关的这个商讨 当然了 这个法案的起草人说 内容可能会修改 但主要元素不变 听说的消息呢 是说拜登会找一些游说的人 在党内 就比如民主党的那些人 在参议院当中的 可能给他们说 大概就不要通过 有没有这种可能 有两个可能 第一呢 这个演白脸 对 黑脸白脸 要有人演 那沙利文就出来 等于是让中方这边解解气 说你看都是那个立法机构 下稿 我们行政机构没有这个意思 所以拜登也可以跟自己撇清一道 对 黑脸白脸好唱 那因为行政机构要听立法机构的话 那当然回头来讲 也有可能就是立法机构 是帮忙抬轿子 帮行政机构抬轿子 行政机构不好动 立法机构说 来我们立法 就有法源基础嘛 对不对 你看美国啊 大概过去有这个90年代之后 有100次的军事行动 但每一次军事行动啊 他说都是我们得到国会批准 这个国会批准不是宇宙管理局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 这个是有很大的误区啊 对不对 美国国会不是宇宙管理局啊 任何这个行动是我们国会批准的 对不对 我们就去军事行动干预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来看呢 在最终啊 这个我倒很担心 他并不是那么乐观 会改的部分非常少 你是说会通过 但通过的内容 不会像现在我们所念到的这些 会会会 还是会 会改的很少 大部分一定会过 一定会过 你说就基本能通过 因为他就是要给中方施压 就要给中方施压 就要给中方施压 所以他现在 这个东西不会 最后改的什么 军事援助也没啦 什么嘎人们也拿掉啦 什么都没有 那他干嘛要立那个法 就是法码没有加重 所以我倒担心啊 这个大家现在不要太乐观 认为这件事情啊 实际上对台湾好 实际上是害台湾 实际上好像很好对不对 但实际上只是让两岸的关系啊 在现在紧张的局面上 就像熊熊烈火当中呢 你要倒一桶汽油啊 那就是爆炸的局面 所以中国方面 大陆方面 他会再 如果真的通过的话 如果 但是又不会以什么 我们说最严重的武统的方式 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比如说是像经济制裁啊 或者其他方面的话 太多了 那会针对台湾 还是会针对美国 当然台湾嘛 因为这个中美是不能打仗的哈 中国非常清楚啊 美国是巴不得中国动手 对不对 中国动手呢 美国就非常有理由啊 这个就像当年呢 这个对付其他国家一样 狠狠的揍你论 那当然呢 中国也知道 在这个问题上 实际上 台湾不是关键点 对不对 你说这个所谓台湾政策法 绝对不是台湾的 什么政客 可以去游说国会议员 就过的事情 那个级别太高了 他们也是会去跟美国 做相关的这样的一些 游说 那个游说没有用的 那都白花钱的 对不对 只是顶多呢 游说邀这些议员啊 来台湾访问 仅此而已啊 那当然这个台湾政策法 真的是非常危险的讯号 但是现在来讲到总统签制 至少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也可能呢 会拖得更久 也可能呢 会很快 但是这个 还是不能低估它的威力啊 我觉得真的是 大概这中美建交以来 最紧张的一刻 对我觉得如果 中国大陆方面 再不做什么的话 就会觉得真的是 就是完全被掏空了 有啊 你看国台办 今天呢第一阶段 国台办 他没有到外交部 他让国台办出来讲话 是的 国台部的发言人 朱凤莲今天就表示说 民进党拉拢美国 搞这个涉台的议案 那么台独的这个图谋 那是不会得逞的 台湾问题呢 是纯属中国的内政 不允许外来的这个势力干涉 那么美国国会议员 炮制涉台的议案 严重违反了国际关系的 基本准则 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的联合三个公报的规定 所以强调我们坚决反对 民进党当局不择手段 拉拢美国国会议员 搞涉台议题 为其台独图谋 不会得逞的 好